自今年2月,OpenAI发布了视频大模型SORA以来 文生视频大模型迅速成为了国内各家大模型厂商 加快研发争相推出的产品 半年来,已有约10款产品亮相 也成为了资金热捧的概念 我们希望是有一个黑发的国风女孩 她有一个转身的一个视频动作 那么现在这个画面就在生成中 大概过5分钟就可以去生成一段长度为5秒的视频 本月,又一款国产文生视频大模型宣布开放使用 输入文字的提示词 用户可以生成一段720P高清影片 业内人士表示,文生视频大模型的难点在于 实现多模态理解和处理能力 相比纯文字的大模型 对算力支持的需求将显著提高 经方式的话,有水温垂直会借 分情感氛围,有一些相同会做之类的 都可以简单选一下 比如我们5秒的视频,然后每秒钟30帧 也就意味着可能一段视频就相当于150张图像 那相当于是非常依赖于算力或者底层金属设施的一个建设 业内人士测算 当前生成一条长两分钟的影片所需的算力成本 一般超过百元 虽然视频细节处理真实度还不足 时长也有待提升 但这一领域仍备受关注 市场机构统计,今年上半年 AI热潮助推IT领域投资金额达到440亿元 同比增长22.4% 从宏观的角度我们是特别看好 基于底层的技术的变化 对于应用场景里面的驱动力 我们都觉得它是特别值得被布局的 对于应用场景里面的驱动力